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你愿意去《惠方舟》这件事来思考 你就会思考《创世记》 你就会想很多东西是什么原因 在《圣经》里面有66卷书 66卷书里面 唯有《创世记》是让大家知道原因 原因是什么 起源是什么 为什么是这样 我们在哪里来 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个世界 人的价值在哪里来 我们不能在想神给我们的说话 为什么 祂是一个什么的神 祂想我们怎么过生活 我们不听祂说 我们会带来一个什么最坏的后果 或者一个灾难 或者一个悲剧 在这一切里面 《创世记》不是可有可无 没有《创世记》 你不会看到启示录 没有开始的原因 讲明根由 人类就在一个迷失 在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会存在的状态当中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来这个世界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存在 除非有人告诉我们 我们的父母告诉我们 我们做人应该怎么做 但是在圣经里面 有一位主 他是看到历史怎么发生 然后告诉我们 原因 因为这样 所以人类的世界有新老病死 什么是吉 什么是空 什么是禍 什么是福 这一切 说明 所以在《创世记》里面包含了 人类最初的故事 故事是真实 然后 那个时代 为什么会失去 然后为什么开始 另一个世界 人类又再重复问题 又再重复犯的错误 然后上帝 仍然忍来 上帝仍然帮助 在《希伯来书》里面 十二章一节 它是总结了很多 我们上次说的那些信心伟人 他们遇上的麻烦 这些麻烦 是上帝给他们的经历 是内在化 一种的体验 所以 你会看到一系列的 圣经里面那些伟大的人物 因为现在我们要仰望才可以看到 这些属灵的巨人 他们如何贫信心 去成就了一切 但这所谓一切 今天落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 我们都是 我们的日常 在我们的日常里面都经历到的 你如何面对着自己每一日 所走的路 你如何去听到上帝给你的声音 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是上帝 上帝是谁 他是谁 如果你在《创世记》里面 你会看到他是谁 这是一个原因 所有在希伯来书里面 说过的信心为人 他们在见证着一样什么呢 在见证着《创世记》那个神 这个神是所有宗教都不及的神 这个神是大过所有今天 在人类世界里面 叫做宗教的教主 或者所拜的鬼神 我知道神是哪一个 祂是创天造地 祂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我们都是靠祂吹一口气 我们有神的形象 所以祂很珍惜我们 很宝贵我们 祂会简选我们每一个 我们每一个都是很独特 我们的人生的故事 是由祂去写的 所以我既然知道祂是谁 祂为我们安排一条路 一条可以越来越认识祂的路 就是一条祝福之路 越来越不止认识 而且重要经历 行不行 我们不是单单认识 所有信心的伟人 所有圣经的人物 所有写得到下去 都是在告诉你 他们不单止认知 将认知化成一种的经历 这种内在的经历 可以说出来 可以写出来 可以告诉 更多没有经历过的人 知道是什么 这就叫做见证 所以今天我们 如果在九月中 我们要过去 我们去到土耳其 见证可能是最后两三天 我们能不能进入木结构里面 不知道你的体能能不能进入 不知道你当时的状态能不能进入 当然 一件这么不简单的事 历史的大事 用来体会 它如果成功 它是一个很震撼的消息 对这个世界 真的是一个惊世啟示 但是 在这个惊世啟示里面 不是没有出现过的 在十几年前 我们出现过的信息 世界有形同 有人会认识神 有人会得救 有人会因为这样 而蒙照变成传道人 我都认识有几位 是因方舟决志 最后 去毁身成为传道人 我不知道 当九月中我们出发的时候 如果 电视机旁边的朋友 或者弟兄姊妹 我的同工 你可以 参与 如果 那个是你 神给了一个感动你 你儘管让大家知道 你见到印证 你听到上帝给你的声音 但是如果你还不是 我觉得 方舟这件事值得支持 但我要留在 那里 我要 在这个地方里面 去祈祷 去守望 去作为支持 我去奉献 同样 我都觉得 是很好的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要去了 也不等于去的人 是会好一点的 其实我会觉得 今天我们在回应神 方舟是一个项目 其实重点是每一个人 恩着圣经所说的创世纪 方舟的事迹 让我们知道 我们如何尽心 尽意 尽盛去做多一点 所以如果误解我们 可能有很多不同地方的弟兄姊妹 可能过往你会看到很多在网上 或者很多一些的言论 但我只是很想澄清 讲明一件事 今天我们探索方舟 我们是为了 很想进入到圣经里面 在讲解创世纪 在讲解有一个文明被毁灭了 是因为人类犯大罪 有一个文明重新再创造出来 是因为上帝的拯救 而这件事 于今天我们可以得着什么呢 很简单说 见证深度恨 是影音的精神 每当每次拍心独恨的时候 我都会 就夜去思想 到底那个地区 上帝有什么说话要跟我们说 所以我就会很认真 在一个稿里面 在一个剧本里面 多说一些 不是单单旅游 而是多说一些 在神的话语里面 跟这个地方 到底对今天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帮助 借助地方 借助文物 借助一些知识 说一种生命的道理 所以我不是必然要用考古的方法去做 但我也没有排除到 在考古里面所找到的部分的知识 我会相信 认知一个历史 认知上帝的教训 不是单在考古学里面 可以说得清楚 而考古学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 历史 当地的风土文化 当时候的处境 甚至乎神在圣经的话语前前后后里面 已经说了到底在那段的事迹当中 想今天听的人看的人 明白什么道理 努力再加上一点点 就是我称之为尽力 尽力可以有多尽 我记得有一部电影令我感动 叫做《狂舞派》 《狂舞派》里面有一个主角 很喜欢跳舞 跳舞是他的热情 跳舞是他的血液 然后他说 总之我跳舞我就很开心 我睡觉的时候想 我清醒起来的时候 我都想 我对脚断了 我要进医院 我都想 是一种的热血 在他的身上 就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 这人变为有福 这就是好像《狂舞派》这个主角一样 尽力可以有多尽 电影的对白就是尽力可以有多尽 今天我们每个人尽力而为的程度都不同 我尽力而为 我尽心尽力 被人打击之后我再起身 我跌倒再起身 我错了再修正 我迷失了 我重新再对招 我软弱了 我再刚强 我现在面对着有很多困难 想办法解决 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 没有绝对 我不是要见到绝对对 100%验证了所有东西 我才行动 我是需要有一个来自上帝的人 正上帝说 对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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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说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应许 是耶稣基督的应许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恶的门徒 然后奉主耶稣的名 教导他们遵守 最后那句是他答应我们的 是他答应我们的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关哪个事 这段说话关哪个事 关不关你事 你心里面有没有感动 用什么方法将福音传到地极 我们可以不思进取 三十年都是同样说几句话就算了 但是 我们也可以比专家更加狂热 努力再加上一点点 凡有机会 凡有一些题目出现 我就把握 我把握了 属于我 我经历了 属于我 我看完圣经 我还可以拿圣经里面给我的原则 圣经里面是神敢应许 拿着上帝 不要放 每一步都靠着他 他会保守你的脚步 你会看到他给你机会 今天除非大家 掩盖对耳 如果不是 今天我仍然将上帝给我们 开路这个机会 借助影音视团的平台 你认识影音视团 你就知道影音视团的精神 努力再加上一点点 资料搜集多 再加上一点点 走那几步 能够走得多 再走多一点点 很感恩Panda 和我在六年前有一个经历 六年前我再上去阿拉纳山 我找到第八个空间 这个空间是我们以前进过去的 我们和Fiona和长哥进过去 但是接着我们再大同中央电视台 里面的监制再进一次 是第二个位 这次我们再进去是第三个位 空间很大 Panda当时就站在一个位置 他就告诉我 最尽可以这么尽 最尽可以这么尽 我说有多尽 大概五尺到十尺之间 我挡住你 你不可以再走过去 因为后面 没有人知道有多危险 我说 对的 对的 所以我的活动范围就只有这么多 有人给一个很安全的指标我 我们就活得这么多 好 但是后来Panda告诉我 他对上一次 他的经验是什么 他的经验是一滑就滑了他 最尽的尽头 上帝给他的尽头 他就滑了他的木结构前面 他一看下面 下面还有一层 很大的一个木结构 没有人知道最尽有多尽 安全指标可以这么尽 但是 上帝带着你就知道有多尽 Panda看到的东西 远远比我们看到的东西多 因为拍不到 只要他看到 他就是那个去到最尽的见证人 最尽可以有多尽 我问上帝 我问上帝 刚才怎么说 为什么我这么说 当你下山的时候 你就觉得 最尽可以有多尽 因为你对脚已经远了 你是需要有人夹着你下山 但是在这个路程上 努力再加上一点点 在过去 为什么我说做心道行 或者做经济启示 其实大家会觉得很不舒服 为什么影音士团 是影音士团 方舟我们曾经 有拖慢过 或者放低过 可能不是很关我事 不过到拖延来了的时候 越来越清晰的时候 就慢慢关我事 所以听到方舟的消息 不管他是第一个反应 其实我不理了很多次 很多时候人们都会问 为什么文徽仍然 竭而不捨 其实不是竭而不捨 揭完之后就写 我揭写了很多次 不过问题 又再来个call 又再来个call 是不是回应呢 回应 所以当一个 二十年都继续是一个call 的时候 我就只有告诉大家 是这样一刻 当然对我们来说 尽力再加上一点点 是应该的 还有 我们经常觉得自己有些事情尽 但是神往往在我们的安舒区里面 让我们看到 不要这么安舒 其实你还没有尽 你最大的努力 你可不可以有机会尽 你的努力 你再看 我们有一句金句 影音的精神就是 We try our best God do the rest 当我们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 我们认为这样已经摆上 但原来 神给我们的力量 是可以再加多一点的 当你再加多一点的时候 神又给你加多一点 那个才是 罗亚和神一起合作 做方舟的精神 你猜罗亚不会像摩西一样吗 摩西要见法老的时候 他和神说 我是谁 我已经不是埃及王子了 我只是一个牧羊人 还年纪这么大 我用什么去见法老 如果你不给我 我尽我的能力都没办法 结果神就给他 有支帐 结果神就给他 可以面对术士 这一切不是他可以控制 不是他的安舒区范围 他可能都会觉得我没有 我何德何能 我有什么能力 我可以走出去那一步 前面是海 要分开红海的信心 是怎样的 这个我想过很久 如果你让我看到红海 我要走下去 我真的说的是容易 想象也可以 不过你真的要带着一大堆人 要走到红海 不是你一个人走 你是一班人走 那班是超大班的人 都看不尽 走到前面 愿性再度 上帝你给什么我 我已经尽了 结果上帝给他 封可以把海水分开 就走过了 再合起来 就把追兵 灭绝了 罗瓦一样 做一条什么船 何时会有洪水来 有没有经验 没有 还要带着动物 叫人上船 听得明白他说话 都难 那些听得明白的人 都不想 最后没有朋友 只剩下八个是自己家人 自己人 我们经历过 叫人来 不来 同工自己来 我们家人自己来 习惯的 然后还要那些 不懂听人话的动物 每个都走上去 有个朋友 有个支持者曾经问我 罗亚方舟是真的 那些 正在飞着的 昆虫 禽兽 雀 雀 雀 怎样可以进去方舟 我说 其实可能 那些动物 都被感动 是被感动进去的 不是罗亚叫他进去的 很明显 所以你问神 神怎样感动一些不可能 变成可能 那个已经是罗亚觉得很精彩 如果我是罗亚经历到 真是 不像阿伯拉罕 阿伯拉罕也是移民而已 如果当你走这条路 你会看到 我们一去 头一几天就会去吾尔 阿伯拉罕那个吾尔的地方 到底是一个什么环境 安苏区 然后 在这个地方里面 他要移民去另一个他未知之地 罗亚呢 罗亚的未知更恐怖 要灭掉所有的生命 然后你要做一只方舟 方舟怎样做 上帝供应尺寸 上帝给了所有的东西 然后还要顶住大洪水 然后还要照顾一家大势 然后还要照顾所有的动物 不要互相吞食 否则 老虎吃了一只猪 就真的有猪扒吃的老虎 那就很麻烦 在方舟里面 要各从其类 大家守规矩 然后还要生养更多 这麽大的任务 放在罗亚当中 有什麽可能成事 如果他不是尽力而为 然后再看上帝 在他尽力而为上面 再加多一点点 我想这种写得下来 在希伯来书里面 这些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 都是软弱的 都是在安苏区里面被抽出来的 都是找来一大堆麻烦的 然后有成绩 成绩完了之后又有麻烦 麻烦之后又有成绩 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我们的见证 我们很宝贵 在见证神的作为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次的旅程 会不会 那是一个军事禁区 政府都会支持我们去做 但局势会怎样 以前我们面对的 要么是局势问题 要么是天气问题 要么是自己体能的问题 要么在当中还有些不知什么的问题 没有人可以100%肯定 但是过程是精彩 过程是一定有所领受 过程是一定你可以经历到 和神更加紧密 过去有很多人问 影音这么多年 所经历的是什么 我只能够说 一个又一个故事 一个又一个的精彩 这个精彩不是局限圣经人物 圣经是透过一帮软弱的人 他们都是人类学 可以研究的对象 因为他们有普遍人类的软弱 人类都是在安书区里面 希望舒服一些 有谁想麻烦一些 但当挑战了你的安书区 你愿意说 神我愿意 我尽力而为 但我可不可以加多一点点 我走得有多几多步 在这里 在这里有多远的 神交给你 最精彩的不是你自己可以走 最精彩的 你自己走到最尽的一步 然后似乎不可以走 似乎不能走下去 但神会给你方法走下去 有时我去到一把年纪 我仍然是一个很不成熟的人 有时我都会和神发敏诊 我说神很难走 那条路很难走 你要为影音写历史 写下去 但在现在的我 和在我异象见到的前面 中间的这一步 我没有办法只可以写 我不知道怎么接 作为一个剧本 没有中间的起承转合 有起有承 怎么转 怎么合 没有了这一部分 好 之前和Fiona说 其实我很想你 做方舟的见证 因为很多人认识你 你可以把你所经历到的和别人分享 我要Panda和我的同行 在我计划里面 有Panda这个灯山教练 就一定好 Panda 什么都能够带到Fiona上山 不过直升机是带不到人上山 这是我们这么多年里 觉得这个位置很艰难 然后神 你是不是真的想带Fiona上山 但Fiona 于我来说是很重要 她不可以出事 如果出事 对我们来说 信心很大打击 就好像在澳洲那样 我很紧张 我不想我的伙伴 不想我们的拍档 在这件事上是这样的 所以你怎么都要保守 你怎么都要保守 在车祸的时候 我的祷告 已经是最尽最尽 神你帮他 他一定要出来做一个见证 有些时候你会觉得我 这车祸说见证 是一个很不近人情 但我会觉得 如果他能够说见证 那即是他没事 如果他能够为你说福音 他现在就会没事 这是我确信 我不知道神你怎么写我们的剧本 但我知道他安全上去 他能进去 安全出回来 他就可以做见证 我看到他做见证 但现在这一刻他怎么带他上去 还要当时Panda 他因为有事要做 他不可以跟我们上去 我们Big Four 只有三个在那次上去 长哥我和Fiona 怎样带Fiona上去 这是我的问号 他说上帝除非都有奇迹 已经知道那个地方有很多火山石 是很斜的 是怎样可以走上去 我真是不知道 就算一个运动员 很有趣的 你走这些 在超过三千多米高度 真是可能 小小的 是女士的 或者不是运动员的人 或者是年纪大的人 就会更加好的 真的不一定 是身体很强确的人才行 我几次带一些很强确的摄影师 进去拍摄 他们有些是吐了 有些是气喘到不得了 健碩的 很勇猛的 但也会是这样的 不知道 不过 当今天我们说 我们愿意为福音做见证 大舍命话 我们愿意做见证 神就与我们同在 如果我们需要保护 神就保护我们 如果我们需要牺牲的 神在等着我们 所以即或不然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的考验 今天 我们信不信得过这个神 是最重要 然后 今天我有个异仗 我看到我们要做见证 是为见证而出发 我们是为领受而出发 是为了与神有一个体会 内在的经历 神是你让我拥有这个经历 以至到我有这个经历 无论我去到多尽 我都可以说 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见证深度行 在见证着谁 在圣经中所说的是创世纪 就是一切的起源 我想告诉你 在这条路 我们选择了 由巴拉罕和吾尔这条路 一路到饭湖 一路到阿拉纳山这条路 是原因之路 是起源之路 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回文明里面 所有在圣经里面所记载 在彼索不带米亚 有两条河 两河流域一路流下来 就是现在吾尔和哥贝克力石阵的地方 不过两条河已经干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里面 我们再登阿拉纳山 阿拉纳山在圣经里面 也是人类文明的启祀 在当中里面所留下的遗迹 是让我们看到神在上古里面的作为 亦都是历代不同上帝的仆人 在这条路上所经历到 不单止地下找到的东西 不单止山上找到的物物 最重要是神与我们同行 这种的经历是最宝贵的 所以弟兄姊妹 探望今天我所分享的 是一些我和Fianna都经历过的 我们都是普通人 我们都没有想过我们要成就多少 但是影音的精神 或者叫做深度行的精神 是不想停留在安鼠区 而很想为神的福音 去做多一些 如果今天我们为神的福音去做多一些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当你尽力再加上一点点 其实这就已经是一份生命的见证 好吗?我祝福大家 盼望我们再写新的故事 因着方舟我们经历神更多 祝福大家 这次是在这么多年里面 我们踏上这条路里面 最危急的一段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能之前在我们很多分享会里面 我们的江洛山先生 都将一些画面带到我们的眼前 因为其实全球的暖化 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 就是前所未有那么热 那个极端天气也前所未有那么多 而在阿拉雅山里面 同样因为他们的全球暖化 那个冰庸 甚至是那个年日的落雨 令到那个泥石楼 基本上已经是一个非常频繁发生 甚至非常有破坏性 所以我们之前在阿拉雅山里面 十几年前 发现了那个木的结构 随时是有被覆盖 甚至当中的文物 是会有被破坏的一个极大的危机 这个是极大的一个紧急状况 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把握这个机会 也都这么说 甚至乎首次 连土耳其的政府 他们各个的专家学者 都认为这个时间 是必须要将这些 在木结构里面非常值得继续研究 甚至乎一个科研的 来到去保育的这个行动 要立即展开 所以我们在九月十八至二十八号 我们将会去到土耳其的阿拉雅山 来到去进行这个 方舟的科研和一个 文物保育的见证行动 我们很希望能够邀请我们在座亲爱的同工 也希望邀请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一起和我们成为一个同行者 大家如何回应呢 我们很希望能够召集到 大家刚才听过的 大四 我们希望有大四 四十 四十个最少 对了 回应每个人 希望奉献你按着上帝给你的感动 五万元 来到支持这个行动 当然 我绝对相信上帝 向谁多级 就向谁多取 按着圣灵 在你心里的感动 很愿意你和我们一起去同行 一起 如所说 我们的见证 不是靠看到别人 看到别人如同云彩的见证 都已经很感动 如果今天 你有机会踏出这一步 你可以和神一起去行这一步信心之路 一定会对你的人生 你的生命 去到另一个篇章 这四十个我们呼吁的回应者 你可以说 你踏出这一步 一起去走这一条的路 但是 当然我们很明白 有不同的原因 也有不同的状况 你说 我很愿意支持你们一起去走 但我身体状况或其他东西 我去不了 我也很愿意回应 我们同样非常欢迎 因为其实也有好的一些回应者 他说 我真的无论是身体或其他东西的限制 但我很愿意来支持你们这个行动 很欢迎你们 把你们心里感动的奉献 来支持这个行动 那如何回应呢 挪亚方舟国际事工 我们有这个户口 很欢迎大家赚钱 和奉献 或者你可以写一些评论给我们的 只要你 把你上帝给你心里感动 去回应 我绝对希望 每一个你们都有份 我会这么说的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有祈祷出祈祷 我们愿意在这条路上 有大家一起和我们同心同行 一同见证 我很期待 有一天 当我们回来的时候 可以邀请我们这 这么多位的见证人 无论出钱或出力 出祈祷的 我们有一个祝福 我们有一个慶典 因为我们经历了上帝 非常真实 走了信心这一步 好吗 我们多谢大家 我们也很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参与 谢谢 邀请家庭的观众一起去祷告 请大家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走这条窄路的时候 求祢叫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会凝望这个十字架的时候 就不需要惧怕 因为爱事不保留 求天父帮助我们 在这个天国的道路当中 我们看到很多的见证人 很多有深度的见证人 盼望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深度的见证人 叫我们朝着这个天路而行 天天背起这个十字架 尽心尽力 爱神爱人 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能够朝见祢的面 住在祢的圣念当中 多谢主 听我们的祈祷 乃奉靠主耶稣基督食命而求 阿们 与对以上内容有感动 请透过以下方法奉献支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